飛躍精英是在澳洲出生的三歲馬 這匹馬的周歲身價15萬澳元 去到兩歲時參加了另一次拍賣會 在紐西蘭參加 身價升了很多 去到40萬紐西蘭元 當時由練馬師姚本輝親自引入 飛躍精英的富是Deepfield 姚苑星空 目前是香港最大族群之一 今季贏馬的成員超過10匹 澳油氣泡贏了打比大賽 另外還有加州得力、幸運傳奇、超級龍珠等等 很多馬都贏到馬 這匹馬來香港雖然不太長時間 但十分受歡迎 因為大部份成員早熟、短途速度好 有不少上陣初期已經交到表現 至於飛躍精英的舞系 Danman 登明媛的女兒 上陣就沒有上名 武線加上近代成員有海平亭、澳洲短途好手 所以其他成員有不少都是短途好手 不過也有不少成員能贏到1400米或1里 看完無量線 這匹飛躍精英的性能應該傾向短途多一點 成長後長力或略有增長 瑤本輝馬房的初出馬 今季初出即食馬有很多 有3匹 有暴大威猛 你知我併和烈火進馬 初出上賭名的物都有3匹 他們就是萬事快、澳遊天下和陽光勇士 維美主義是在紐西蘭出生的3歲馬 這匹馬的週歲身價8萬紐西蘭圓 富系就是Darren 維省議員 比較新的總馬 維省議員如果計血線是 牽前布魯卡美麗小島的指示 復應時在澳洲上陣 贏過三場頭馬 贏馬途程是1000米和1200米 兩歲的時候就開始贏馬 最高競賽成就他贏過二級賽 就是2018年的時候 贏過色尼的黃字錦標 當時我們有月亮轉播見過他 至於維美主義的武線那邊 外公是小法寶 武系在紐西蘭的黃金奴伊馬上 贏過一場2040米賽事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雖然有些都贏到短途賽 但大部分的馬 都要中距離賽 或者更長途程的賽事 會比較適合發揮 看完負母兩線 為甚麼維美主義看來會是這樣的馬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要慢慢加程 1400米、1600米途程的賽事 有可能比短途賽更適合發揮 維美主義來香港之前 在紐西蘭參加過三次試集 參加三次試集 就贏了其中一次 贏試集那次 那組的第二、第三名馬 兩匹都在紐西蘭贏了 而且第三名那匹 在三級賽上名 五彭志今季是新開倉 初出即勝賣有1匹 那匹是財財 初出上到名的馬都有2匹 他們就是八心八戰 和獎金大少 博望波是在英國出生的五歲馬 這匹馬周遂新價 72000英鎊 去到兩歲的時候 參加了另一次拍賣會 新價上漲了很多 去到575000英鎊 博望波的肺 Night of Thunder 雷亭夜 雖然暫時來說比較新 成員也比較少 但成員並不完全沒有表現 川河官區來到香港上陣 經常都接近到 王者精深雖然退役 但在香港上陣的初期 很有聲味 可惜是因為傷患 沒辦法延長到競賽生涯 雷亭夜自己是Dubawi 杜拜威的紫志 服役的時候 在歐洲贏過四場賽事 贏馬套程皆負1200至1600位 2014年先贏了英國2000堅尼大賽 去到2015年轉戰紐百里馬場的人 樂景潔錦標也贏得到 至於博望波的母系 Tammer Hughes的女兒 曾經在英國贏過三場頭馬 贏馬套程有1700米的膠沙地賽 和兩項2000米的草地賽 母線家族的其他成員 大部份的成員 都在1600至2000米都贏到馬 個別有些贏到上2400米都得 膠沙地賽性能他們普遍都不錯 看完父母兩線 為甚麼博望波看起來不像短途馬 跑落中距離賽 甚至更長途程的賽事會比較適合發揮 博望波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上陣的馬 他是英國出生 但在澳洲上陣的 在麥爾本和適尼 兩邊都上陣 合共上陣九次贏過三場頭馬 三次贏馬途程 介乎1550米到2080米 左右轉賽道的賽事都贏過 直路賽和膠沙地賽他沒有跑過 裏建威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三匹 他們就是威武覺醒 包裝必勝 和陽明天空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勝馬有一匹 那匹就是巴幣哥 初出上到名的馬有三匹 他們就是營造創科 營造組裝 和歐洲傳奇 博望波 去年2022年8月10日 在澳洲適尼蘭域馬場的內圈賽道 肯申頓賽道 贏過一場1550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他當年第五次上陣 第三次贏馬 是一場指標評分72分的樣賽 鏡頭看到白衫紅色 中檔上來的那一筆是博望波 當時的走勢很好 接著在第三位 入到直路過了對手的直奔終點 當時的騎士郭暴昇 新晉年青好手 最近贏了一級賽 這場賽事被他擊敗的第三名馬 其實表現不錯 之後在當地分別贏了三場頭馬 和兩場頭馬 不過博望波贏了這場賽事之後 再參加了四場賽事 只能上名兩次